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老师到这边来参与这个课程 那很开心就是我们再多请到了我们的吴志刚老师 大家可以先掌声欢迎他一下吗 就是志刚老师非常轻易相挺 因为我们过程都可能因为学校的一些时辰安排 所以都有调整过时间 可是老师也都非常安排 也就是答应了我们的安排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就直接就是请我们的吴老师为我们进行今天的讲座 谢谢 谢谢 谢谢台中女中各位老师还有各位老师 然后当然还有泰宇的同仁 今天又有机会到台中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今天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各位讨论的题目 主要是以火星为主 然后我们要谈谈这个火星的一些新的发现 还有跟太空探测相关的一些新的进展 那我想这两个主题 我们太空探测还有火星的发现 我们就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融合在一起 跟各位讨论 就不再分门别类了 那其实我们在跟老师们在讨论 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好几个题目是我们的candidate 其中有一个是 New Horizon那个冥王星的探测 探测器各位还有印象吗 在今年人类终于第一次探测了冥王星 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几个题目 那但是火星虽然最近没有什么重大的议题 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之后 我们还是决定用火星当作这次演习的一个主题 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New Horizon像Cyperville这些星体是非常非常 这些探测器有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火星就在眼前 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他们都有可能会站在火星 那么事实上火星的探测 我们待会会跟各位提到 美国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 它有一个太空的一个政策 就是2030年代 人类要踏上火星 那接下来速度就很快了 人类对于火星的开发 还有对于火星的研究 火星还有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是生命探索地外生命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当然太阳系里面可能很多地方 我们怀疑都可能可以孕育生命 但是火星是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一个 那当然木星像木星的卫星 Yoripa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火星的 对不起生命的孕育地 但是Yoripa毕竟远了点 在木星的附近 而且它表面有一层非常厚的冰 所以我们还是我们的人类 目前太空探射的最集中火力的 就是火星这一颗星球 我刚才有提过 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们应该会看到人类站在火星上面 就像1969年阿尔斯壮说 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那种激动 我不晓得各位 这次我很多老师非常年轻 可能没有看过那一段 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 那个阿尔斯壮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那时候还很小 但是对我来说 印象非常深刻 OK 好我们进入正题 我想我不多自我介绍 我是在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认识 在研究组 所以各位老师 如果对今天我们讲谈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各位用这个email 或者是我们有两个Facebook的社群 今天的讲义 我会包括我会放在这个台北天文通的社群上面 我是天文通的社群上面 这个Facebook 我在中文大学物理系单 这个教授天文物理学 今年第九年 也还蛮有趣的 因为看到这些学生 我就发现大学生的天文知识 其实跟高中生差不了太多 高中生跟国中生差不了太多 国中生跟国小也差不了太多 一般社会大动跟国小也差不了太多 我们刚才路上还跟这个 太阳的李经理聊了一下 就是前两天 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个SpaceX的火箭 它自动可以回到它的预定的降落点 其实我们刚才的车上稍微聊了一下 其实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然我们的太空船 我们已经可以登陆到火星 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 像Kelastia 像很多很多探测器 都可以登陆到像Losetta 可以登陆在彗星上面 可以降落在小行星 准鸟 可以降落在小行星上面 可以降落在月球上面 这些都可以做到 但是那一个火箭 降落在地球上有什么稀奇呢 各位 我们的探测器降落在星球上面 都是一个瞭不起一百多公斤的 几百公斤的一个小东西 这一次回来的是一个 将近七十公尺高的一节火箭 它在把 送到把这个前上级 上级就是那个 可能筹载的太空舱 它把它推到 这个上级的部分 推到轨道去之后 下级的火箭 以往都是烧掉 然后坠落在海洋里面 但是这一次呢 它没有烧掉 它转个身 然后直直的降落下来 然后可以重新的使用 那么这个技术 而且它降落的地方不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掉下来 它降落的范围 大概相当于不到一个棒球场的一个误差范围里面 所以各位在新闻上面可能有看到 当火箭降平安的降落 登陆在地球的表面之后 那个欢声雷动 那个不下于好奇号降落在火星表面的时候的样子 好 来我们回到这里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火星这颗星球 非常非常的有趣 自古以来 人类对火星就充满好奇 那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幻想 到底我们这么千百年来 人类对火星到目前为止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当然这张图片里面可以看到 这是一张这个派风船在火星轨道上拍摄 我们看到火星上面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有一道像刀疤一样 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熟悉 这个叫做火星的这个水手号的一个大的猎物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黑色的这个东西 火山 火山 那我们来 我们先认识一下火星的这个 它的租源 就是它的各种要素 我拿地球跟这个火星来做个比较 也许大家会增加这个熟悉感 我再看一下 如果是地球的话 火星大概是 实际是地球的二分之一而已 但是地球二分之一 但是月球是火星的一半 各位都知道月球实际大概是地球的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要讲陆地面积的话 因为火星没有海洋 所以火星的整个的陆地面积 跟地球的整个陆地面积其实差不多 换句话讲 就是如果我们要到火星去居住的话 我们可以居住的面积 其实跟地球的陆地面积是差不多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火星的质量呢 大概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而已 好 那各位半径知道了 质量知道了 所以它的密度 我们就非常可以清楚的知道 地球的密度5.5 没地方公分克 但是火星呢 3.9 3.9 那这个就非常的有趣 它的体积我想从这个可以比较算 火星的体积大概只有地球的七分之一而已 但是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们发现很有趣 地球的密度比火星高得多 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是内地形形 其实它的内部构造 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地壳 地寒 地壳 大概都差不多 甚至下面有软流圈 都有 我们的月球 各位老师 您它有没有软流圈 有没有 有啊 月球也会软流圈 其实太阳系里面 好多的星球都有软流圈 换句话讲 就是板块都会动 火星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发现了 可是它密度特别 密度比较低 比地球低得多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内部构造 刚刚稍微提了一下 地壳 然后地盘 然后地壳 那么火星呢 也是一样 各位请注意看 空间这一块 就是我们所说的火星的地壳 这个地壳 是什么组成呢 各位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 地球的内核 是固态的铁和涅 外核 是液态的铁和涅 因此地球有磁场 对不对 我们的发电机效应里面提到 因此 因为有这一层液态的 铁涅的这个外核 所以地球产生了磁场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火星的核心很大哦 你看它这样的比例非常大 但是它没有外核 但是我们这边 用虚线来代表 主要的用意是 我们还不那么的确定 但是我们 我们目前的探测高手们 它很可能是固态的内核 所以说固 没有内外了 就是固态的核心 铁涅的固态核心 它没有这一层液态的外核 所以火星 没有全球性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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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我们待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其实还会产生蛮多效应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 火星跟地球的距离 火星大概是1.5Au左右 平均来讲大概1.5Au左右 那么地球是1Au 那么所以呢 当然火星的受到太阳的辐射 是远低于地球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火星的大气 那火星的大气 地球大气 百分之七十八是氮 然后百分之二十一是氧 剩下 剩下一些其他微量的气体 那么火星来讲的话 百分之九十六都是二氧化碳 这个和金星是很像的 那么百分之二是氧 然后百分之二的氮 剩下其他的微量气体 那和金星不一样的是 虽然金星的大气里面也是百分之九十六是二氧化碳 但是各位知道 金星有失控的温室效应 讲到温室效应 我们现在车上 其实我从台北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 好热哦 因为我觉得昨天我开心 昨天冬至是史上最热的冬至 我们说这哪叫冬至啊 跟夏至差不多 热的不得了 台中我想昨天应该也蛮热的吧 昨天台中有到三十度吗 没有啊 台北三十 超过三十度 三十点几度 那真的是还要开冷气 真的是夸张 金星的百分之九十六的二氧化碳 火星也是百分之九十六的二氧化碳 但是火星的温度比金星低得多了 金星的平均温度是大概四百六十度到四百八十度C 那么火星的平均温度呢 大家会看到低的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呢 不是都是二氧化碳吗 各位请看 因为火星的二氧化碳是非常非常细胞 它的大气压力只有地球大气压的百分之一左右 而金星的这个大气压力是地球的九十倍左右 九十倍的地球的大气压里面百分之九十六是二氧化碳 你可以想象到二氧化碳的量有多高 所以它的产生的温室效应是非常那样严重 反过来看 火星虽然二氧化碳的比例高 但是因为太细胞了 所以温室效应没有那么的严重 温度也低得多了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地球和火星的这个温度的比较 各位可能有个印象 各位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看那个 那个叫The Martian叫什么的 极地救 不是不是极地 绝地救援 这部电影 各位有看吗 那个电影就是讲那个 那个Nine Diamond演的这个在 一个人被丢在火星 然后他想办法在火星上过四百多天 然后等待救援的故事 各位有注意到里面一个情节 很冷 火星非常冷 所以他那三千 后面三千公里的旅程里面 他从这个 他们的这个火箭 从很远的地方 搬过来一个东西叫做RTG 各位记得吗 RTG是什么东西呢 热电反应炉发电机 热电反应炉它不是用来发电的 它不是用那个东西用来发电 它是用来发电 因为各位记得吗 他车上装了28块的那个太阳能板 他用那个太阳能板发电 那他干嘛把那个高辐射性的东西放在他的车上呢 因为冷 要取暖 要取暖 那么火星是不是真的很冷呢 可能出乎各位意料之外 各位请看哦 火星冷的时候真冷 零下140度C 地球上面最冷的地方 零下88度 可是啊 各位请看哦 火星最高温的时候啊 跟比现在还热一点 可以30度C 所以到火星以后各位到火星去住的话 也许有时候你要穿短袖哦 因为真的很热 可以到30度C哦 非常非常的这个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那当然平均温度来讲的话 呃 比地球是低得多啊 平均温度是零下60几度 好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 火星的重力 我其实这些数据都可以从刚才的一些数据导出来哦 好 那么 跟各位报告一下 火星的 的 这个 它的表面的 引力 大概只有地球的 百分之三十八 换句话 讲的地球一百公斤的话 站在火星上只有三十八公斤 只有三十八公斤 所以各位在看那个 The Marshall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有发现吗 那个 很多人啊 对这一点有一些 有一些认为 呃 不够精确 怎么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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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星上的动作 好像 跟地球差不多 可是各位要注意哦 火星上的引力 地球的三分之一 所以他的动作应该是轻盈的多了 应该 起码应该是 你会看过在月球上面的那个 太空人在月球上面的时候 他是用几乎像兔子一样 用蹦的 用吊的 因为 地球 哦 月球的引力 只有地球六分之一而已 对不对 好 那在火星上 只有三分之一 应该也非常的轻盈才对 事实上哦 他们的制作团队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我是看后面 他的一些制作花絮 他们其实用了快拍慢放的技术 就是让他 拍的时候 譬如说 每秒48盒 放的时候 每秒24盒 希望那个动作 看起来就比较慢一些 但事实上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大家奇幻看到的那个效果 不过他们真的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记载脑子里面 大概三分之一 引力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诶 问一下 各位老师 您知道 如果在地球上面的引力 只有地球引力三分之一的话 您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们 我们就 再见 我们就 我们就 请不吝点赞